說到這次呢 馬克宏跟馮德萊恩訪問大陸 但是馮德萊恩遭遇不太一樣 剛剛我們已經對比過了 說那個紅眼扳機來的嘛 另外呢來看到 馮德萊恩他講到台灣問題說什麼 台海和平穩定具有至高重要性 要以武力改變現狀不可接受的 還說2022年歐盟 對於中國大陸貿易赤字近4000億歐 這個趨勢不可持續的 去風險化對中國大陸經濟政策 並非脫鉤 好然後呢 但是習主席馬上就說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誰要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做文章 中國政府和人民不會答應 而且呢 這是吃心妄想 只會斑石砸腳而已 另外再來看到 馮德萊恩還說習近平主席表示 願意跟澤倫斯基舉行會談 大陸外交部就說了 我們跟各方都是保持溝通的 但是馮德萊恩這一段話呢 其實布林肯聽得很開心 他說馮德萊恩的訊息是正確的 這不是對華脫鉤而是去風險化 然後呢最近來看到 不只是法國啊 這些歐盟的這些相關人員 接連訪華 最近來看到的是 來看到的是誰 那個魯拉 魯拉他也要訪問大陸 11到15號 然後呢 他針對俄屋局勢呢 他也有一些相關的說法 最近的聲明是說 沒有透過外交部哦 巴西的總統府就跟北欣要商討 俄屋戰爭的和平聲明 另外來看到是說 他最近還說 烏克蘭應該放棄克里米亞 以換取俄羅斯的和平的想法 持開放的態度 這個 我覺得街道使剛剛那個觀察 很有意思啦 就是 中法的聲明沒有提到台灣 然後馮德萊恩是刻意要去 把台海和平穩定加進去 所以他是有任務的 他是來兼軍的 美國的 那事實上 並沒有所謂的 馮德萊恩跟習近平 單獨談的場面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是三人都在現場 是 在一個非常大的桌子 所以那個哲倫斯基 就剛好是一個三角 對 但這個這個 來 這一張 對 非常大的 一個圓形的三角 所以不可能有 馮德萊恩聽到 說他願意跟哲倫斯基 然後馬克爾沒聽到 那是不可能 對 這是有語病的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 桌子很大就是這樣 事實上現場就不是這樣講 對 我記得習近平大概講就是說 問題不能夠太簡單化了 他總會有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他們大概也希望 聽到法國的方案 對啊 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點恍然大悟 就是說馬克宏一直說 要訪問北京為什麼拖那麼久 原來就是要搞出一個文件 這個坦白講這個 51點 表示雙方都有意願要把它具體化 要把它一次性的就把它公佈 讓美國處不及防 我覺得美國 他內部的感覺應該是 帶高樂主義的復活 我覺得北京也是很有 很有很刻意 要讓馬克宏得分 就是你一定要讓他得分 那法國的民眾 還有其他的歐洲的民眾 才會覺得跟中國站在一起 是會有一些好處的 或者是比較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 因為介大使剛剛講到1967 1967事實上是法國把它的防務戰略 從單向面對蘇聯改為全方位 全方位的意思就是包括對美國 所以把美國給氣炸了 那接下來他就把美國人都趕走 這個就是1967年 可是事實上之前他就已經做很多動作 你還有說過他退出北約 一段日子 我們廣義講就是帶高樂主義的內涵是什麼 他是全面性的 我覺得中國大陸就是對他有這些期待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軍事 美國說你不用發展核彈 我把核彈裝在你這邊 他不要 他要自己發展 所以1960年他就四爆核彈 拒絕接受美國部署北極新導彈 然後接下來就是撤出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撤出北約的軍事一體化那個計畫 所以大高樂 法國一直都不是北約軍事一體化的成員 所以情報跟國防體系都是自主的 那其他就都是用玫瑰武器 這是軍事啦 事實上外交他也是一樣 他是率先去跟蘇聯跟東歐打交道 然後接下來又再去跟德國和解 搞西歐共同市場 然後後來又1964年跟中國建交 所以我跟你講他是非常獨立的 然後1964年他又搞了一件事 把美國給氣炸了 他要求美國把他的黃金都還給他 他反對美元特權 他要把他的美元都換成黃金 那因為那個時候還金本位嘛 後來他們就trigger了整個金本位的托哥 對對對 事實上就是法國 法國trigger了 所以你這樣看啊 軍事外交還有金融啊 本來就是一個很敢幹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 我事實上有 因為我明天自己也要直播了 我有去找那個馬克宏對戴高樂崇拜的照片 他想要變戴高樂第二 事實上他是崇拜他 可是人家一直在看你說 你不能只有嘴巴想 說反對集團對抗啊 反對搞新冷戰啊 那具體要做什麼 這個就是要落實為行動嘛 所以我覺得 北京是給他很大的鼓勵啦 說你就勇敢走吧 那我願意支持你 比如說我空八我支持你 對 那把空八做大 不要用波音 對 那剛剛介大使講到那個 太平洋的合作 那也非常明顯啦 就是說 我跟美國現在的軍事對話 還在停止之中啊 可是我先開你這一邊 那太平洋 我願意跟你做軍事對話 是 所以我是覺得 他是滿有意的啦 就要讓他得分啦 對 然後讓 讓這一件事情變成 至少他可以帶動部分的歐洲國家 對跟中國做戰略 還有政策上的合作 會有一個新的看法 對的確 從一開始的時候 消資德國 到現在的馬克宏 然後呢 會不會讓更多歐洲 更務實的國家 譬如說義大利 梅諾尼 他也會呢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從西班牙 從義大利到呢 這個歐洲這些大的國家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一個改變的話呢 也會讓呢 這個俄屋局勢 也許也會出現一些轉圜的地方 那我想問一下倩姐 包括了這個法國的問題 還有包括了 最近呢 俄屋局勢大家也很關心 尤其是法國 就是很認同中國大陸方案嘛 然後巴西魯拉 他也看起來說 也滿認同中國大陸的 然後呢也說要先跟中國大陸商討 俄屋的戰爭的和平啊 等等的 另外呢 巴西總統顧問最近也去見了 普丁啦跟拉夫羅夫啦 然後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也希望趕快 俄屋要緩下來 然後呢美國要圍堵中俄嘛 但是呢 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 要在南非進行舉行了 然後金磚的這些 南非大使就說 他準備呢 接待所有金磚國家 包括了普丁 好那但是呢 針對於 責倫斯基有沒有可能加入北約呢 烏克蘭呢 然後呢 美國就拒絕提供政治承諾 所以呢烏克蘭入會還是有的等 所以從俄屋局勢到法國 在訪華您怎麼看 法國跟其他那些國家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我先看你那個表最旁邊的那些國家 無論是巴西是南非都是曾經被美國制裁過的國家 那美國對於巴西呢不是直接的制裁 他是在反貪腐的這個地方 非常積極的去協助他們國家的所謂的檢查單位 但是事實上是美國的檢查單位進去協助他們調查 因此現在所謂的魯拉的逆襲呢 就是一種對於當時美國用反貪腐的方式 這個洗車專案高度去介入他們政治的巴西人民的反彈 那另外南非我記得我在剛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南非是如何的被描繪成為一個 全世界都一定要杯葛的國家 因為它有Apartheid 它有種族隔離主義 那可是你們現在回頭來看看 在它種族隔離主義消失了之後 現在的南非跟當時的南非比起來 事實上很多的南非人都會告訴你 他們現在社會的治安 經濟的發展 以及國際的發展都比以前差很多 直到了有金磚五國 所以你這個圖的最旁邊這個 其實就是金磚五國的逆襲 而且金磚五國中間幾乎每一個國家 都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 或者是曾經制裁的國家 所以我記得我們曾經討論過 兩種的去美國化 一個是說美國制勢 Pax Americana它的一個軍事跟外交的結構 有很多被它制裁的國家逐漸的剝離 另外一個就是美元的這個 絕對的霸權的結構 也有很多國家是因為過去沒有什麼理由 去懷疑它的安全性 而繼續留在了去金本位之後的 美元的美元圈 那麼甚至在2008到現在 在美國不斷的印鈔的情況之下 還沒有幣值貶到它應該貶的這些比例 但是大家還是閉著眼睛 就把美元當成一種信任貨幣 就繼續去交易 但是在2022年的俄乌衝突之後 忽然之間美國變得不安全了 不但是俄乌衝突之後 就是已經發生了戰爭開始制裁 所以使得它的那個單一制裁的力道 非常的強大 如果你看現在美國的國會 在國會所做的那些所謂的友台法案 包括最近蔡英文總統過境紐約的時候 他們說要做一個與台灣站在一起 Stand with Taiwan的法案 都是說假定中國大陸對台灣 一旦發生軍事的這個衝突的話 他們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有些寫的是三天 有的是立即 就要對中國大陸產生經濟 包括個人跟實體的制裁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就能夠用金融體系發動制裁 那之前金融體系 是不是要做很多的揭露 譬如說過去我們做的KYC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客戶是什麼人 那現在是不是就會有另外的 一系列的作為讓金融體系 要先說明你的客戶中間 有哪些是與中國大陸相關的 跟中國大陸國營事業相關的 或是跟中國大陸個人相關的 因為每個法案提的那個層次不一樣 它的圈不一樣大 就是說如果你要很快的 能夠去制裁的話 表示你在預警式的 要做非常多的東西 那這就跟發生了問題後 出現一個制裁完全不同 也就是使得你留在美元體系裡面 的安全性就會大打折扣 如果你是它針對的那個國家 譬如說中國大陸 所以說會有更多的人 因為現在有了RCEP 他們現在可以用本幣交易 就是你用越南幣 我用人民幣 我們就直接交易 我們就不用多換成美元 然後或者是呢 你有其他的一圈又一圈的 美國的非朋友圈 就是被美國制裁過的 或者是美國現在不容許你進來的 簡單的說譬如說歐亞經濟聯盟國家 上和組織國家 獨立國協國家 金磚國家等等等等 還有新的要加入新金磚的這些資源國 那我們講過很多次 當資源國跟製造國 開始無論它是用本幣 就是互換兩個地方 你都跟我的直接交易 或者是它有一種新的交易的貨幣 那它必定會有新的交易的規則 那也會有新的資訊傳輸 新的監管 新的交易體系 那這些呢 剛好又在時間點上 碰到了數字貨幣要介紹出來 所以整個的數字平台 數字貨幣 它本身就會有一個 與Swift不同的這種 報紋體系 交易體系 清算體系 所以過去美國的Fedwire 或者是它的Swift 或者是我們大家很熟的chips 它們在這個 未來的這個體系中間 尤其是在數字的部分呢 就是一籌莫展的 所以剛好你有科技的換道 然後你有其他國家 為了安全的需求 開始逐漸的剝離 那這些東西 你會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發生 對的確我想再問一下 倩姐講到 大家為什麼對於美元 不再信賴了呢 尤其來看到最近呢 有很多大事情都是如此的 好來看到 先川普說 人民幣試圖要取代美元 成為世界頭號的貨幣 然後還說在拜登領導之下 可能會發生 美元會變成第二梯隊 當然沒那麼快 他是有點誇張了 那尤其來看到美國的眾議員 盧比歐他還說 各國都在放棄使用美元 五年後我們拿什麼制裁他們 哦原來美元 就是一個制裁的工具 Fastnews的主持人 他好誠實 你看盧比歐好誠實的 然後塔克卡爾森就說 去美元化在世界多個角落 都發生了 這群人瘋了 講的是拜登政府 他說拜登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就會導致呢通貨膨脹 破壞美元的穩定性 然後再用武器化破壞他的非政治性 俄羅斯 中國大陸 印度 土耳其 這些國家加速逃離美元 人民幣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會導致美國垮臺 不是圓屋的數十億 而是對俄羅斯發動 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 然後Fastnews就說 美元主宰世界要走向終結了嗎 美國的媒體人約翰卡尼說 美元下跌可能會影響 嚴重了影響美國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力 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啊 我簡單的把這個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你會發現有主觀的 有客觀的原因 使大家要加速逃離 由美國宰治這個世界 前面的這個主觀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武器化 所以無論你是俄羅斯 或是其他可能被它制裁的國家 當然就要想辦法能夠自保 要脫離這個完全美元的體系 另外呢客觀的原因就是 第一 美國跟國際上面 其他國家的交易 其實遠遠不如現在 它在海外所有的美元 我記得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國際清算銀行就算了 在海外的那個 我們叫做境外美元的 有80兆 有這麼龐大的美元在外面 如果說美元的貨幣的匯率 發生了改變 它的利率發生了改變 你所影響的就是各國的央行 各國的主要銀行 跟各國主要銀行相交易的這些 其他的一整個系列的金融體系 所以我們才會在前段日子看到 當英國的保險業者 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的時候 根本在英國本土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的情況之下 它就有一個賠了5000億的金融危機 那麼我們也看到了 Credit Suisse 我們在這裡講的瑞士信貸 它就是因為跟美元的這個 整個的系統的聯動呢 也產生了它原先的這種 紙上的這個虧損 忽然之間就需要去大量的填補 如果它那時候沒有快速的填補的話 其實歐洲的銀行有很大的問題 上兩個禮拜我們討論了德國 這些都是跟美元 跟美元體系 就是由FED所主導的體系 非常密切相關的 所以客觀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我交易上面 不需要留這麼多的美元在手上了 譬如說中國大陸跟美國 一直都是順差國 所以它不需要留這麼多的美元 然後用美元再換成美債 或者美國的投資 各種的資產留在這裡做外匯存底 那外匯存底的這個實際金融的交易 這個經濟的交易的需求 已經不在那麼重要的時候 它當然可以減少它在手中持有的美元 可是在這些所有的客觀的原因中間 還有一個我們比較少講的是 美元中間有非常浮誇的一種 在金融性的衍生性商品中間的那個交易 那個交易其實跟真正的經濟 和那個金融支撐經濟的部分沒有關係 從石油的衍生性商品 到利率的衍生性商品 匯率的衍生性商品 它們全部都有各種各種的 像吊旗啊Hedge啊各種的避險的工具 也就是說在整個金融產業裡面 它把所有的風險就打包起來 成為一種商品 然後跟其他的人做商品交易的買賣 這些買賣中間都跟實際的經濟沒有關係 所以這一塊無論是賺或賠 都是在華爾街那些大銀行中 所以我要講的最後一個大風險是日元 因為日元馬上就要換一個新的行長 日元在過去的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 都是幾乎是零利率 所以有非常多在上面做衍生性商品 跟操作的人 就金融衍生性商品操作的人 他們會去借零利率的日元 然後去投資其他國家的貨幣也好啊 或者做其他的金融操作 譬如說有一段時間 非常興盛的雙元貨幣 借了日元零利率 然後去投資美元澳幣什麼加幣 像這一類的這種海外美元的相關性的衍生性商品 在日元如果有一個改變的時候 它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 因為日元在海外有將近三兆五千億美元 就是它是日本的GDP的三分之二 那麼多的日元是在海外 在幾乎是以日元換成美元的形態 在全世界的美元環流裡面 不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交易的 所以如果日本做了任何的改變 譬如說它跟美國的匯率有變 或者是它改變它的利率 讓更多的錢回到日本的話 那麼其實美元也是非常脆弱的 因此我們這樣一系列算出來 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應該要減持美元資產 無論是美債或者是美元 然後讓它有一些資產去放在 跟它實際交易的國家 最簡單的就是跟140多個國家 都是第一交易國的中國大陸 如果我是俄國 我跟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交易 那麼我們就用盧布跟人民幣 來做直接的交易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逐漸脫離的過程 這裡有主觀 有客觀 還有一個要脫離華爾街的 貪婪的那一個朋友圈的重要因素 說到了美國這個美元會不會崩潔呢 但是很會慢慢慢慢的 那這是一個趨勢 另外再來看到美國的國際話語權當中 中東這一塊也讓美國很頭疼嗎 很生氣嗎 來看到當然是中國大陸 3月10號的時候 沙特伊朗在北京進行了和解 這是跨時代的這一個 然後和平聯姻真的慢慢出現了 尤其來看到4月6號 沙特的外交大臣跟伊朗的外長 又在北京進行會晤 討論重開大使館 擴大雙邊的關係 他們還特別感謝 中國大陸主辦的這個會議 然後這也是跨時代了 法國跟伊朗的外長也在北京會談 討論雙邊的關係 以及國際的關係 然後伊朗總統萊西接受了沙特國王 薩勒曼的邀請 要對沙特進行相關的訪問 然後4月8號的時候 尼爾的代表團抵達到伊朗了 就重新開放外交使節團進行討論 好這是中國大陸帶齊的和平聯姨 但是來看到 還有包括沙特跟阿曼的外交特使 也計畫將在今年訪夜門內 然後呢跟伊朗支持的 夜門青年運動叛軍 要協商有久性的停戰協議 這又是跨時代的另外一步了 但是美國不開心喔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伯恩斯 對於沙特跟伊朗跟敘利亞和解 表示意外跟不滿 他最近去訪問沙特 他有點意外跟不滿 然後最近來看到是說呢 像是以色列的國防軍 對敘利亞南部進行相關的砲擊 中國大陸呢 軍事的專欄第一軍警就說 以色列最近可以說是殺瘋了 打擊加薩地區還有黎巴嫩 也多次空襲敘利亞 並且矛頭指向伊朗 但是呢 美國你都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好像希望看到這邊越亂越好嗎 其實最近這個就是說阿拉伯世界 就是中東地區兩個大動作 其實應該就是說 已經把歷史翻到下一頁 或者就是說習慣說 歷史已經走到拐點了 也就是這邊的主要的國家 最大的權力 一個伊朗一個沙特地 他們已經在顯示出 他們在終結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勢力 另外一方面 他們共同迎接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領導性的國家 也不見得是共主 那就是中國大陸 那所以我覺得兩個事情 一個就是說沙特跟伊朗的副交 兩度在北京舉行 這個是等於從某種程度 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舉行 最後當然在第三地舉行 是最沒有爭議的 選擇北京 我覺得這個動作 基本上是把北京在國際政治上的 整個的角色跟這個高度 有非常大的一個推進作用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外交事件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最近這個沙特 就是說OPEC Plus 兩個突然連手 這個減產 基本上就是要提升這個油價嘛 那也沒錯 宣布以後油價立刻往上升 有人說到可能到六月 可能七月 油價每桶可能要破100 那這個就是對著美國而來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現在通膨 它希望油價是往下降 不是往上升 那可是這個做法是完全逆向操作 那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在打擊美國經濟嘛 那另外一方面油價 這個OPEC Plus 是俄羅斯為首 加了俄羅斯 那今天這個提升油價的話 不是讓這個歐美搞了半天的 沒桶不能超過60美元 限價60美元 60美元 不就把你把你把你捅破了嗎 那對於現在在陷入戰爭時期的話 那對於改善俄羅斯的這個國際收支 以及他改善他的經濟的困境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局 那就是明顯的站在俄羅斯一邊 一起來對美國發動攻擊 所以這兩個地方 我覺得美國應該也要非常非常小心處理 可是他的好朋友 以色列又沒幫忙 最近呢這個賣美債 這個納泰亞胡最近升高了 在這個約旦河西岸 各種的這種軍事鎮壓手段 他做的一點我覺得 會讓所有回教國家無法忍受 就是說他的軍隊進入到 在耶路撒冷的大清真寺裡面 去執法 那投資這些吹淚彈啊什麼 直接逮捕在裡面的這個 做宗教儀式的這個回教圖 這個是會引起宗教之間 極大極大反彈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些事情 美國真的本來就應該小心處理 他感覺不快不高興是沒有用的 那他要有辦法去把這個 這個局面扭回來 結果他最好的朋友 又讓他做了一件事 是出境阿拉伯 就回教國之家團結的一個 一個幫了美國一個倒忙 所以我覺得不管如何 就變成就是說 整個中東國家啊 基本上這個轉向啊 是會影響整個國際權力格局的 因為中東雖然個別國家來講 你不能說他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的這種 在國際政治上做 這種左右國際政治走向能力 可是呢這些國家 都是什麼資源 富有資源 戰略性資源 都在他們手裡面 掌握到戰略性資源 所以他算是 如果說應該算是關鍵少數 從國際大的權力鬥爭來講 他是關鍵少數 那他的影響力 從這一次 這個在北京 這個伊朗跟沙特 富交還有就是這個油 石油的這個 這個增產兼產 展現他的實力 另外一點 尤其沙烏地阿拉伯 跟這個海灣國家 他們是手上現金滿滿的 你現在能夠動搖美元的 國際的 國際上面的這種影響力 美元的地位 還有這個美國作為 紐約或者倫敦 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錢很重要 錢誰多呢 沙特跟這些海灣國家 那他們手上的資產 不管是現金 或者說不動產 或者這種 這種股票或者債券 他的走向 是可以左右 美國今天的整個的這個 美元也好 美國作為世界金融中心 這個地位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院結得很久了 那另外一方面 可能從這個沙特 現在王儲來講的話 他也認為時機比較成熟了 對 所以對他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冒險 戰略的一個 戰略的也不能投機 就戰略會有極高可能性的 一個代價的一個戰略選擇 可是他還是走下去 那只是現在目前為止 他唯一沒有鬆口的是什麼 就是用美元以外的貨幣 來購買石油 這一點還是他手上 跟美國能夠談判的 一個很最大的籌碼 到現在他沒有鬆口 那可是呢 這一點如果說 他在鬆口的話 我想他就是完全放開了 放飛做自己了 那跟美國來講的話 不是漸行漸遠 就是已經分道揚標 分道揚標 割席而做 對的確 因為沙特王廚 他非常年輕 那你拜登 一開始還是 賤民國家等等的 但是拜登可能下台之後呢 沙特王廚長位的還是他 那所以呢 沙特王廚就已經說什麼 我沒有興趣再取悅你美國了 華優就是說 態度轉變會影響美沙的關係 好那再來看到呢 金融時報也有說 現在是習近平要揭開的是 中國新時代的秩序的面紗 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 中國大陸準備用新秩序取而代之 好中國說的現代化一帶一路啦 全球安全倡議這些等等的 耶魯大學中國中心的主任 魯道夫就說 中國大陸提出了現代化 不等於西方化 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歡迎 還有Fast News的主持人說 中國大陸推動了沙伊和解 又使得沙特加入上河 真的是對美國巨大的屈辱 好另外再來看到說到了減產的部分 OPEC Plus加起來TOTAL是 減產五月開始 164.9萬桶這麼多 好每日這麼多 然後呢 那我想問一下亮哥 為什麼呢 他減產第一個當然又有原因嘛 第一個是沙特他越來越有底劑 第二個也是你美國失信於人啊 亮哥那時候也說了 拜登那時候不斷的釋放戰略除油嘛 結果你說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要補回來 你也沒補啊 所以你是失信於人啊 油價一直跌啊 所以呢沙特才會出手啊 但是呢美國不開心啊 白宮發言科比就說 考慮到市場不確定性 目前減產是不明智的 葉倫也說OPEC Plus減產沒有建設性 不利於全球成長的展望 對啊然後呢 他們能怎樣 人家就不瞄你啊 我覺得美國 美國接下來可能會 常年處於不快樂的情況 都不開心耶 我們講白巴西去 還沒有去就先搞一個這個 貿易用人民幣結算 用人民幣不用錢 不要美元 那布林肯 不是下禮拜要去越南 是啊 那阮腹中就擺明了 他只去一天 說美國這個是第三層關係啊 最重要的是中國跟俄羅斯 就去洗臉的 我是覺得 他就是現在有點到處碰壁啦 坦白講你看到歐洲如果馬克宏 來給他這一招 美國一定感受 你是不是又要學戴高樂 所以歐洲已經是他最親的 在俄羅斯戰爭中對不對 那如果除了歐洲之外 那你還有哪裡呢 真的找不出一塊啊 美國主導的一個區域啦 沒有 我覺得 那個 那個 美國沒有回購那個戰備除油 是公開的理由啦 那有一個不能說的理由啦 坦白說啦 敘利亞 去阿聯酋 然後要跟沙特和解 這個是誰在後面推一把 就是俄羅斯嘛 是 那俄羅斯今年財政是很不好的嘛 因為油價跌成這樣 所以我坦白說啦 這個沙特也有一點是在幫俄羅斯 事實上 他也是在他的利益啦 可是這個幫到最大的就是幫俄羅斯 中國並沒有得到好處啊 對啊 對不對 中國也是石油的進口國啊 所以油價上爭對他有什麼好處 可是俄羅斯明顯得到好處 他的財政立刻改善 他事實上在二戶戰爭去年剛爆發的時候 油價是漲到133耶 那去年的均價大概維持在95到110之間耶 所以他去年 事實上那個GDP的減少是相當有限啦 就是人員交易撐住了嘛 那今年耶 今年如果本來沒有這件事 那搞不好石油的均價 因為今年經濟又不好歐美啦 所以可能軍價就在70幾 甚至會跌不70啊 所以你一想他會少了多少收入 所以我覺得 我感覺啦 我感覺是 就是讓中俄兩個力量同時進入中東 那美國就會被悲人化 所以美國再棄啊 事實上我覺得 那葉倫當然是看到經濟面啦 那科比看到的是 美國被悲人化啦 還有比如說他整天在敘利亞偷油啊 現在還在偷啊 結果我那天就看到 他的那個油車啊 油罐車 被那個伊朗的無人機 炸掉了好幾輛 事實上美國最近又決定 伊拉克的那個美軍不測了 所以我覺得他就看到那個局面 可是坦白說 你留伊拉克那3000人能幹嘛 那在敘利亞只有1000人 是 你能幹嘛 就你整個局已經亂了啦 我坦白說啦 就是 你這個局 我覺得美國這個拜登真的是 這個我一再說過啦 拜登的拜應該翻譯為失敗的拜 他幾乎在每個區域啦 都一團亂 比如說中南美洲你搞成這個樣子 美洲峰會也搞成那個樣子 那東南亞 東南亞現在菲律賓 他就是硬拉嘛對不對 剛剛那個倩姐講到那四個島 那個針對性都很強 是啊 台灣跟南海啊 不 你巴拉旺那個是針對南沙群島 你還有一個在還原島旁邊 然後還有一個離台灣只有400公里 對啊 你針對性都這麼強 你要叫菲律賓怎麼辦啊 他怎麼做人啊 所以我是覺得 他現在就緊拉著菲律賓 因為他跟他有共同防禦條約 那其他東南亞國家都 拉不動 勁洩不明啊 我覺得他現在的情況就是 很多地方大家都對你勁洩不明啊 你能夠不來最好不要來吧 不是不登三寶殿最好不要來 不是因為今年經濟不好 大家都努力要把經濟做好 然後大陸又是領土一樣啊 那你基本上不是帶財來的人 國家嘛 你是帶政治矛盾 跟軍事矛盾來的國家嘛 所以你怎麼會受歡迎呢 那他還一心覺得這個東西 才叫自由民主人權 然後什麼 要維持各地的和平穩定 我看很少人這樣想啊 大概除了台灣跟日本之外 連澳大利亞都不一定這樣想 澳大利亞也變了 所以我是覺得 今年恐怕是美國 叫做不快樂元年 亮哥有說很多元年 去美元元年 還有人民幣大躍進的年 然後還有包括了 這不開心的一年 我想請倩姐再補一下 我就接著亮哥講的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呢 美國現在已經不太是被 台灣國家作為安全保障的需要了 本來 可是忽然之間 以色列格四大爭議區 哥蘭高地 加薩走廊 西岸 大清真寺 耶路撒冷 四個大爭議區 通通有事 那麼當四個大爭議區 通通有事的時候 附近的所有的國家 都再一次的被拉進一個 戰爭的網絡 戰云密布 所以美國作為一個最終安全保障 國家的角色又忽然變重要了 所以我們不能一定說是 美國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至少現在忽然之間 局勢的發展對美國是有利的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他的國家我相信是冷暖自知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講一下 這個減產 大家記得拜登去求他們的時候 他說差十萬對不對 他們說我們可以做十萬 可是這一次他們一下就是100多萬 115萬然後另外一邊是50萬 它雖然表面上是影響到一些大的國家 但是事實上對於這些海灣國家 是有影響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石油是期貨 就是很早以前就賣了 那你很早以前賣的時候 當然就是當時的價格 那現在你去減產的話 當別人買期貨的人 要來用現貨補的時候 他得用現在的價格向你買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會得到一點利益的 他並不是完全沒有利益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 這個期貨跟現貨 我們大家一直看的 至少你有四大交易所 WTI是紐約的 是就是美國的油品的定價 Brent是在倫敦的 是歐洲的定價 Dubai的DME 是原來的安曼的石油期貨 是希望能夠成為亞洲標準 但它小不夠 最後一個現在最精彩的就是墨爾班 這一個裡面有俄國 有伊朗 有中國 而且它是有期貨有現貨 2019年開始 所以你把這四個一起放起來以後 你再跟另外三個去做交叉比對 這是我們最近看到的 上海 中國大陸本來就是一個 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所以上海的石油交易所 SPEX是2006年開始就現貨 所以它去買的現貨 就會影響到它國內各地的交易市場 然後它自己開期貨的時候 到2021年的時候開原油期貨 可是只對外資開放 所以對於國內沒什麼關係 最重要的是 習近平先生這次他去講說 希望大家多多來利用 上海的油氣 石油天然氣交易平台 或是交易中心 那麼這個是2016年起 在2022年開始 才用人民幣來結算 所以我們最近忽然之間就看到 剛剛講的法國 就跟它去做了一個第一筆的 石油天然氣的結算 那這一筆的油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一筆油應該是從阿布達比來的 阿聯酋這邊來的 所以它是從這個阿布達比來的油 可是是法國跟中國大陸 用人民幣做的結算 對 是6.5萬噸 當然在全年的比例來說還是很小 但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慢慢就開始另外一種的剝離 就會有新的石油貨幣 跟交易支付的結算機制 可能會出現譬如說石油人民幣 然後會有新的 亞太石油天然氣的定價 因為剛才說了 亞太的石油天然氣 現在還沒有一個單一的定價標準 所以如果最大的買家 在這裡的交易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會變成 就像我們說WTI或Brent一樣 它的新的定價機制 最後因為這邊改了 那一邊就是Brent跟WTI這些 被整個華爾街上面 有充滿了石油天然氣的 衍生性商品的那個 虛浮泡沫的那個交易機制 慢慢也會逼著被透明化 因為當你的現貨是這個錢 然後你那邊的交易是這個錢的時候 它自然中間就會有一種橫平 這種Arbitrage就會發生 然後它的定價的整個的機制 就會越來越透明 價格會整合 市場更有效率 亞洲人就不會再花更多的錢 去買別人可以更少錢買的油 那也會繼續幫助我們亞洲的經濟發展 也會幫助自己的商品市場 跟期貨市場的發展 所以對於人民幣來講很重要 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對整個亞洲的開發都非常重要 更何況我們前面不是講了嗎 馬來西亞印尼 每個人都希望能夠開發 它自己的石油天然氣 所以有一個將來的亞洲的定價機制 跟交易機制 會是很多國家的希望 而中國大陸上海會是這個地方 會是它最重要的一個核心點 那華爾街又少賺錢 少賺錢 亞洲的錢 美國又不快樂了 對 所以不快樂圓年 對的確 美國這今年真的是 很多不快樂的小點 但是亞洲迎來最好的機遇 您好